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突然严重起来的疫情,牵动了大家的心 本来经常出门散步的人,也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 不敢随便外出了 没办法,一时的难受是小 万一被传染上病毒,那事就大了 但咱们又不能一直不出门 毕竟还要出去买菜做饭 因此在不得不出门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准备 买菜没戴口罩,15秒就被传染 就在前几天,有新闻报道 一名56岁男子在菜场买菜时 和一名路人在菜摊上有过短暂接触 严格算起来也就15秒的样子 两人都没有佩戴口罩 而巧合的是,那名路人是感染者 于是男子也被迫中招了 这引发了大家心中的疑问 怎样的驻留时间和距离才是相对安全的呢 针对大家关心的一系列问题 有记者采访了传染病专家 沈国平 问,一般两个人驻留多长时间是相对安全的呢 答,不在时间 只要吸进去的病毒的量够大 侵袭力足够的强就会被感染 问,一般两个人驻留多远是相对安全的距离 答,越远越好 如果要说一个确切的数字的话 两个人不动的情况下 最好能有两米以上 圣主任提醒大家 通过呼吸道传播的疾病 有些人在没有发病之前 他们也是有病毒在繁殖 并且会把病毒排出来 其传染性主要取决于以下三点 第一 空气当中是否流通 第二 空气当中病毒的数量有多少 第三 患者在这个区域 驻留的时间和排除病毒的数量 圣主任特别提醒 曾经有呼吸道传染病患者 过年去探望他的胸长 胸长有基础疾病 当时胸长在房间的里间 这个患者只是在外边逗留了一下 都没有进里间 结果胸长就被感染了 问 我们居家生活中都不戴口罩 会不会也有感染的风险 答 如果家庭中没有传染源 是不需要戴口罩的 问 室外回来 戴的口罩是否会把病毒携带回来 而导致疾病发生 答 病毒在离开宿主以后 一般会很快就会灭活 但如果病毒量大 也不排除会传染的可能性 所以大家口罩也要及时处理 口罩这样戴 传染风险会增加 在几处人流量较大的地点 能看到多数市民都能规范 佩戴口罩 只有少数市民没有把鼻部 严密盖住 有的人直接把口罩 拉到了下巴处 对此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熊丽林表示 将口罩移到下巴处 这样做看似方便 但传染风险会增加 我们的口罩 拉到我们颈部的时候 会污染到口罩内壁 甚至我们进食的时候 会习惯这样拉至下巴处 可能会污染到食物 手 等等 除了戴的位置外 口罩的材质 也是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一些棉布口罩 自制口罩 疾控专家并不建议 公众佩戴 普通的健康人群 在一些比较密集的公共场所 大家要选用一次性 医用口罩 正规医用口罩 需要通过气密性测试 如果不贴合面部 防护效果将大大降低 大家在佩戴口罩时 可以通过简单的办法自测 气密性检查方法是 吸气 口罩面会有微微塌陷 而在呼气的时候会鼓起 这样能说明 我们佩戴口罩 气密性是足够的 我们鼻梁或者两颊漏气的话 口罩需要调整 口罩用错等于没戴 避开五个最易犯的错 戴口罩不分正法 比如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 共三层 外层足水 中层阻隔微粒 内层稀湿 如果戴反 外层朝内 呼出的水蒸汽 无法透过 戴一会儿 口罩潮湿后 就会丧失了阻挡作用 正确做法 深色一面朝外 浅色一面朝内 手触摸口罩外侧 摘口罩 口罩阻挡了飞沫 如用手直接从外摘下 则为病毒打开了接触传播的通道 如再忘记洗手 再去摸鼻子 揉眼睛 病毒就很容易进入人体 正确做法 不要接触口罩外侧 拿住挂耳绳 取下即可 脱下口罩后 要洗手 没有洗手条件 不摘口罩 口罩 喷满酒精或高温蒸煮 用大量酒精或高温蒸煮处理口罩 会导致足水的外层材料变性 对水 包括血液 唾液的阻挡能力下降 口罩过滤功能会大大降低 甚至失效 正确做法 只要不是去过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 如医院 可循环利用的口罩不必消毒 直接晾在干净通风的地方 或存放在清洁透气的纸袋里即可 纸袋方便打孔透气 不管去哪儿都戴口罩 其实这种做法并没有必要 对于健康的陈年人来说 个人独处时可以不戴口罩 如自己开车 在空旷地带散步等场合 提高自身免疫同样重要 对于当前的病毒疫情 大家都知道 除了戴口罩 请洗手 提高个人免疫力也很重要 今天给大家推荐两种方法 激活免疫力 1.按捏指头 指甲就可激活 为何揉指头可改善免疫力? 指尖是神经聚集之处 手指是人类通过触觉 感知世界的重要器官 聚集在指尖的神经多而敏锐 而且身体的末梢处 也是血液流动全身时 一定会经过并折返的地方 尤其是手脚末梢 聚集有许多神经 按压手指可增加末梢血液循环 通常来说 人类身体的各个尖端处 血液循环相对较差 例如手指尖的温度 大约只有31、32度而已 但只要揉搓完手指甲后 体温就能提高一度温度 脚指尖的道理也是一样 手部有多条经络巡形 中医认为 人体的手部有六条经络巡形 按揉手部穴位 可以更好的疏通经络 调整脏腑功能 从而达到提高机体抗病能力的作用 怎么搓揉? 五个手指针对五种问题 全部按揉给身体来一次大宝剑 大拇指 对应呼吸器官 改善咳嗽、风湿痛等 食指 对应消化器官 改善肠炎、胃炎 中指 对应耳朵 有效改善耳鸣 无明指 刺激交感神经 提高免疫力 小指 对应循环器官 心脏 肾脏等 对高血压 糖尿病 眼睛等 有效果 二 爱揪法 提高身体免疫力 调理原理 爱揪人体 能够达到 温精去寒 平补阴阳 调理气血的目的 主要取学 神缺血 中医认为 神缺血 为 任脉的 气血来源之一 揪 神缺血 相当于 从生命的源头 激发自身的潜能 足三理学 俗话说 要想人长寿 三理 经常揪 揪足三理学 能提高免疫力 调理多种疾病 是强身健体的重要学位 官缘学 很重要的保健学 就官缘学 能陪补元气 元气足 外邪就很难侵犯进来 这两个方法都学会了吧 都做起来 提高身体抵抗力 不让病毒 有可乘之机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